五花肉不控烧了 今天教你做粉蒸肉的正确做法 做法简单 软糯肉味再加也可以做出大厨的味道 上桌一秒全吃光 好 首先咱们给山药均匀的切段 好 山药垫底 五花肉咱给它均匀的切片 五花肉切好之后咱放入少许的盐 放入糖 生抽 老抽 这边酱之前拿油给它煸炒一下 做完以后咱放入米粉 米粉分两次放 这样使其拌得更加均匀 好 拌好的五花肉咱们均匀的撒在山药上面 山药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吸油 好 煮火旺气 开锅蒸够一小时二十分钟 也就是八十分钟 好 咱八十分钟很快就到了 看看这个粉蒸肉的拖变吧 哎呀 红红润润 油亮油亮的 特别好吃啊 一看就有食欲 好 最后啊 点睛之笔 来点小葱花 咱们呀 粉蒸肉就做得嘞 甜糯清香 酥嫩爽口 有肥有臭 红白香煎 米粉的油 五花肉的香 味浓郁 吃等佳肴 真是人人喜欢 不过要注意的是不要贪吃哦 以免给减肥带来更大的压力 咱们呀 咱们呀 咱们呀